中国护卫舰转手南亚小国,北感谢14年前的一场海啸。 东南亚地处亚洲与大洋洲,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十字路口,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忙碌的航道之一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 这些年,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开始复苏,国力不断增强,军事实力也在迅速提升。 这段时间,东南亚国家频繁向我国购买军舰。 比如孟加拉国,刚刚与我国海军达成一致,中国海军的两艘053H3型护卫舰,要进行升级改造,然后出售给孟加拉国海军,同时还有向其出售常规和潜艇的计划。 泰国,马来西亚等国家也采购了我国大量舰艇,中国制造俨然成了敞销品。 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,还要从十几年前的印度洋海啸说起。 2004年12月26日,印度尼西亚苏门达拉岛附近海域发生理事九级地震并引发海啸,造成印度洋沿难各国人民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。 在受灾的国家中,泰国的受灾情况是最严重的之一。 防蒙被,城市被淹,景点普及岛的游客从狂欢变成追盗。 在这场灾难之中,泰国的海军军事基地也遭到严重破坏。 海啸结束后,在善后的过程中,士兵发现一艘导弹护卫舰竟被冲上了岸,露出了水线以下部分。 这艘名为457库拉布里号的导弹护卫舰,是由护工中华造船厂在053HZ及导弹护卫舰的基础上设计建造的。 该舰长103.2米,宽11.3米,满载排水量1924吨。 在破坏里惊人的海啸面前,457护卫舰尽管搁浅,不过船身并没有出现大问题,只是受了点皮外伤,舰上雷达天线等电子设备都没有损坏,其坚固程度和建造质量可见一般。 457护卫舰在自然灾害面前表现出的可靠性,让东南亚国家看在眼里,于是纷纷向我国提交护卫舰的订单,如今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